吴廷峰原本从事珠宝买卖 但因为觉得这个工作与家人聚少离多 所以他在六年前放弃了珠宝生意 决定转业 而且转到了完全不熟悉的领域卖馒头 这个馒头可是大有学问 从老面开始发面到脚面 压面 拉面 成型 揉面 发酵 蒸熟 总共要经过三次的发酵 四次的揉制 耗制13个钟头 每一个过程都必须非常地精准控制 才能够呈现完美的状态 吴廷峰是这群孩子口中的馒头叔叔 因为多年来他是这个客服班固定的资助人 吴老板这边真的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挹注 而且它是算长期性的 也补足了一些比方说捐款的人 就是临时他如果临时他不捐的时候 其实他的经费就会一出钱来这样子 在馒头的官方网上上面 他每卖一颗馒头就捐四块钱 哇 这让我非常感动这样子 真的因为他的最近 我觉得他的订单好像还蛮多了这样子 所以我在想说我们客服班 应该是可以好好地经营下去的这样子 吴廷峰守护这群孩子的心就像馒头一样的柔软和温暖 在孩子们的笑容中我们看到了幸福与满足 杨一璇七岁跟着家人到马来西亚 十岁又到巴西 杨一璇在巴西念书长大 父亲在巴西开面包店 他与店内面包师傅杨高飞相识相恋 在巴西住了32年 观念食物语言都是道地的巴西人 爸爸可能不适应那里的生活 对 因为他就是 他是一个工程师 在这里工作有一个很好的薪水 对 然后还要去那边做那些工作 不好意思 没关系 然后 爸爸开始喝酒 喝喝多酒 然后家里之后就发生很多的那个吵架那些 那时候他在生病的时候 我在巴西那边 然后爸爸 妈妈他有时候就打电话给我说 你爸爸病得很严重 然后要叫我回来台湾照顾他 可是我已经有 有先生有孩子 我怎么可能回来的 好远 好远好远 随着哥哥妹妹相继回了台湾 父亲过世 再加上外公中风 拥有巴西护士及物理治疗师执照的杨依璇 熬过台湾家人的亲情呼唤 2009年2月回到台湾 而先生杨高飞也一起来到台湾定居 并且在新竹开了间生巴披萨面包房 香浓的巴西美食 在新竹的小巷散发着爱的面包香 一家人在台湾延续巴西的热情与活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着爱的